因为像刚刚我们就是输出的话呢 ABCD或者是层积多重嘛 这些ABCD那输出之后的话呢 如果你没有更改颜色的话 其实ABCD看起来这不好辨识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能够多一个就是层积多重颜色 换个颜色那这个颜色的话 基本上按一下它 我希望做几个变化 OK第一个 我想这些效果就足够了 第一个A部分的话 就是把A把它改成蓝色字 OK就是主要是教各位怎么样 怎么样去变更颜色 字的颜色部分OK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变更什么 底色比如说把那个B的底色变成黄色 OK那C的话呢是加一个框框 这个框框的话是有点像表格的框线 表格框线帮它框一下 那第四个就是出体字 反正大体上这些 大概这四个效果应该就够用了 我只是说大概举例 比较常用的这些效果 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可能要注意 清除的话你不能用这个 清除的话 如果你按这个清除 你会发现 有清掉字 但是格式没清掉 所以特别之后如果你要清除的话 你可能要额外写一个 把它的格式清除的一个程式 额外写 OK你不能用原来的 所以如果你用刚刚清除的话 它只清掉资料 但是没有清掉格式 那我们要的是把那个 资料跟格式都清楚 怎么写 所以这边的话呢 主要延伸这两个 那首先的话怎么做 第一个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拿 拿这个来改就可以了 拿这个成绩多重 其实成绩多重加颜色 所以呢 我第一步 就是如果刚刚同学已经写好 先把这两段 刚刚这两个 先把它删掉 就这两个 把这删掉 那怎么改呢 特别之后第一个 把这个 成绩多重 sub到andersub 记得头跟尾 复制之后的话 贴到它下方好了 用这个来改 多一个叫成绩多重 加一个颜色 OK 所以 只是名称 就是sub的名称做一个变化 做一个变更 那后面加一个颜色 把这颜色加上去 好 这样子 第二个的话呢 我如果今天希望 输出A的时候 顺便把A输出了 所以这一行是输出 那个到处存格 它是A的情况下 然后顺便把 这个A的下方再enter一下 把它的什么 把它的字的颜色改成蓝色 所以接下来就教各位 如何把储存格里面的 字的颜色 变成某一种颜色 诶 字的颜色怎么改 特别是 请各位注意一下 1 打一个sales sales指的是那个储存格 那特别注意 那特别注意 刮符部分的话先不要打 刮符部分最后再打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加了刮符 像我刚 我如果把这个刮符 把它加上去 你就 点一下你会发现 它没有任何提示 那因为有些东西 程式 它会提示 我们先 记得先打sales 刮符最后再加 电 诶 打错了 OK 你看点下去没有 表示打错了 电 sales 电 好 那特别注意 慢慢要习惯 因为物件本身 它其实 点下去会自动告诉你 它里面有哪些什么 属性跟方法 OK 属性的话指的就是 一只手拿着一个资料 其实属性就是放资料的地方 然后方法是做什么 有没有方法是什么 就这个绿色的字 拨到就这两 那其中的话 如果我要设定颜色 字的颜色的话 记得哦 字的颜色 叫做form form就字型 对啊 form 那颜色的话呢 再点一下 点什么 它应该可以猜出来 color form color 等于跟它讲一下 form color 这个给我颜色 颜色特别注意 如果在那个VBA里面的话 颜色请特别注意 记一个函数就够了 叫做RGB RGB 钱瓜糊 RGB嘛 顾名思义嘛 R是什么 红嘛 绿 蓝 对三元色 然后再来的话 瓜糊跟它讲说 你红色要多少 绿色要多少 蓝色要多少 那它最大 它就是 最小是零 零是没有 最大是255 也就是这个数字 假如我今天要是蓝色的话呢 那记得跟它讲说 哦 我不要红色 逗点 我也不要绿色 逗点 那我的蓝色要最大 多少 255 后瓜 特别注意哦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给我个调色盘的意思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啊 所以记得哦 以后哦 反正在VBA里面 想到颜色 请你想到RGB 就够了 真的哦 其他还有别的方法 不过其他别的方法 我觉得不重要 这个就够了 你这调颜色嘛 会不会 可是你想说 老师可是我要的颜色很复杂哦 没有关系 你要怎么复杂 可是我不知道RGB的那个数字是多少 教会一个方法 如果你想要很复杂 不过一般没有无聊 常用里面不是有油漆桶 油漆桶里面呢 你选其他色彩 其他色彩呢 你爱怎么选 选 好吧 再复杂 你想说老师说要挑一个很复杂的颜色 没有关系 好 挑完了吗 OK 好 请你看下方 RGB 你就把这颜色填到那个RGB的瓜糊里面 就会出现这个颜色 应该够简单 不过一般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啊 不外乎就是红色蓝色绿色黄色大概就够了 那黄色的话可能会比较比较常用 黄色怎么定里面的颜色呢 黄色的话暗自定哦 哎有没有看到 红配绿就是黄色哦 哦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以前有没有一个经验 就是以前那个小学的水彩课哦 有没有水彩啊 你把红色挤一点 把那个绿色再挤一点 你把它和在一起哦 最后变什么颜色呢 就变黄色了 哎真的耶很奇妙哦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 哦 还有啊如果你把那个 黄色 红绿 蓝 各 挤一点的话 你把它调在一起变黄色 全部哦 全部都调调在一起哦 其实如果你把它全部调在一起哦 基本上哦 就变成白色了 OK 全部各个比 而且比例要完全一样哦 几点几点 调在一起变白色了 哦 啊其实这个道理差不多啦 只是说我们不是水彩课啦 我只是跟你们讲 以后哦 VBA里面 如果你想到颜色 你就想到RGB就够了 啊至于什么特殊颜色啦 你就到这边找就有了 OK保证都有哦 那我们只是要蓝色 所以不用那么复杂 所以呢我们刚刚那个蓝色啦 就是RGB 有沒有 瓜糊 025 OK 啊记得哦 最后的话哦 请你把这个瓜糊哦 再补上 为什么要补上 因为如果你刚刚 你加了瓜糊 你把瓜糊点下去 它缝卡了不会出现 哦 啊不会出现的话 你变成你要自己打缝卡了 所以你想说老师那没关系 我自己打OK的话 也可以 你就先瓜糊 但是记得哦 那瓜糊一定要补上 因为我同意的话 做完之后 就忘了把瓜糊补上 那就变成怎么样了 对全部都 这个意思说全部工作表里面的所有的储存格 那瓜糊之后是指的是某一个储存格 那一个储存格的位置哦 这个概念要有 好 那做完之后我们来试一下 A有没有办法变成蓝色的哦 试一下 我有做按钮 按下去 有没有 A这个时候变蓝的 OK 那B的话变底色 底色的话呢 其实概念差不多 也是在B的下方这边 加一个那个 也是一样打一个Sales 你就先点 它叫 底色的话叫INTRO 这边有个INTRO 这个 这个 这个子物件 就是所谓的它的那个 就是什么 算是填满 填满的一个物件 INTRO 那底下的话呢 就点什么 点Color 一样嘛 它的颜色 那如果要是 黄色的话呢 我刚刚讲过 RGB 瓜糊 红配绿嘛 对 红二物 重点 二物 重点 零 或瓜糊 这样的话呢 就 记得把瓜糊再塗上 好 这样的话 我们执行一下 看B会不会是 加一个底色呢 B就出现 OK 就这样 所以第二个 第一个是 字 变成蓝色 OK 方法应该 而且这些都还满好用 你可以以后 反正就这样的变化 自己再做变化就好 好 然后 C的话呢 就是把它的框框 变成红色的 框框 框框怎么加 其实也是一样 那原理原则差不多 Sales Bouders 点 里面框框的话呢 它叫 Bouders 有没有 B开头 打一个B Bouders就出来了 不过特别注意 它是Bouders 加S 那为什么加S 其实因为框线是负数的 因为那个框线 它有上下左右 对 Bouders 颜色的话 一样点 点Color 所以你会发现 Fone Color Interro Color 跟Bouders Color 然后呢 红色的话呢 我就等于什么 RGB刮符 红色全部 没有绿色 没有蓝色 那这样就红色了 那记得 最后再把这个 刮符放过来 这样的话呢 我把它执行的话 那框框 有没有就出来了 OK 所以第三种效果 应该可以看懂的意思 其实大概 这三种也够用了 不过 最后一种是粗体 粗体也蛮常用 比如说我这样 第一是粗体字 粗体字在哪里 特别说粗体的话 一样 就是在D输出的下一行 打一个Sales 那粗体的话呢 基本上跟那个字型 比较有关系 所以Fone 刚刚有用过 Fone Fone的底下 点 它有没有一个粗体 粗体的话 还记得 粗体应该就那个B开头 就是Boud 那粗体的话呢 它不是颜色 而是有跟没有 所以特别注意 有跟没有 在那个 这个VBA里面 有的话就是True 没有就是False 这之前好像讲过嘛 开关一样 True 所以你打一个True True OK 然后就是表示有 有粗体式 然后这个瓜糊记得不一样 另外我前 不知道有没有讲过 True其实你也可以打E 在那个程式里面 True就是E False就是零 OK 这样也可以啦 不过 反正OK 反正这两个 那这边的话就开 那最试一下 诶 有没有 出现粗体式呢 试一下 知青 诶 有没有 粗体式的家长 当然你也可以把 怎么 把这四种 随便套用 你也可以 又蓝色又粗体 对不对 可以啊 OK 那你也可以什么 又蓝色粗体 又一个黄色底色 也可以啊 匡线 有啊 你也可以一个 儲存一个 四种效果都加啦 不过 呃 就是我们把它拆开来 主要是让大家 知道这效果 这四种效果 那以后如果你要用的话 你就分别 看放在哪里呢 放在输出的 下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OK 应该可以记得起来吧 我觉得这东西 尽量不要用死倍的 OK 尽量就是说 如果我可以的话 你就是要用理解的 然后呢 点下去 它里面其实有提示 啊关键另外 就是颜色部分的话 用RGB 那Bold 比较特别 它是True跟False OK啦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将来呢 如果说我希望A B C D 这四种 不同的那个 就是 输出结果 我可以给不同的 除了里面的资料之外 我也希望有四种不同的 这种 这个相关的那个样式 那这个样式部分的话 要怎么输出 我想请各位试一下 包含就是Fone Color Intel Color Bold Bold Color OK 那这部分的话 另外还有Bold 等于True 待会再来看就是 如果你把它加上去的时候 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清除的话 你不能用刚刚的清除 因为刚刚的清除是清不掉 刚刚的清除只能清除里面的格式 清除里面的资料 格式的话呢 没办法 没办法清除 谢谢你们 好